焦点194 遗传几率 惩罚原理 几率中最基本的定律为惩罚原理 两个独立事件组合一起的几率 恰为这两个事件单独发生时几率相乘的基 多个独立事件组合一起的几率 恰为各个事件单独发生时几率相乘的基 遗传几率 几率的惩罚原理也可适用于遗传例子 因为清代互相交配所产生的后代 每个个体都为独立的事件 两性杂交时观测两对对偶性状的遗传 该两种性状也可以视为两个独立事件 第二指代F2的表型、种类和比例 也可以按惩罚原理推算 立体 大R基因跟大Y基因各为独立且显性 若基因型大R小R大Y大Y大Y和小R小R大Y小Y 两个清代交配 理论上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选项错误 正确解答是大R小R大Y大Y可产生两种配置 小R小R大Y小Y可产生两种配置 B选项错误 正确解答是 只代共有两种表现型比例为1比1 C选项正确 只代两对基因皆为同基因的几率为4分之1 D选项正确 只代两对基因皆表现显性性状的几率为2分之1 E选项错误 正确解答是 只代两对基因皆表现显性性状的几率为0